现在呢我们两圈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我们同样的是和 第一个引拔指辫子之 第一个长针上面的辫子给它引拔 引拔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来勾鞋子上面的花边了 然后我们绕线 看一下我们空一针啊 这个这一针就是 一麻针这个地方不勾 然后下一针不勾 在第三针上面的啊 数一下在第三针上面 我们勾长针 长针大家都已经会了 我们就是在这个洞里面 连续的勾五次长针 这个花边 勾五次长针 三 四 五 就是在同一个洞里啊 同一个洞里勾五次长针 然后才能形成这样的跟一个小扇子一样的形状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空一针不勾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给它直接引拔 引拔出来 好这样一个花边就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再绕线 再绕线 在后面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勾 我们空一针不勾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五个长针 这一整圈就是这样勾的 它有点反光 我手一动 它这个 白色的容易反光 好 这五个长针又勾好了 勾好之后我们还是空一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引拔 就这样 这个花 花的左右两边都要空一针啊 左右两边都要空一针 我们就一直这样勾 绕线 空一针 在下一针里勾五个长针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空一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 引拔 绕线 空一针 在下一针里 勾 五个长针 这一圈花边呢 就大家自己勾吧 勾完 引拔结束就可以了 数着 一共是五个长针 勾好 引拔结束 断线 断线就行了 现在呢 勾到最后了 勾到最后呢 我这里还剩三针 是刚好够一个花的 然后大家如果剩四针 或者剩两针呢 我们就是有 如果是这个斜口比较小 我们剩四针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中间 这个花的地方可以给它间隔两针 然后再下第三针上引拔 像这个呢 我是刚好三针 我是刚好三针是够一个花的 然后如果少一针的话 少一针的话 大家就是直接 比如说啊 比如说现在是少一针 少一针之后 我们还要需要勾一个花的话 我们就直接不控针 在这一针里给它勾引拔针 然后这里就够了 就是少一针两针一个花 如果是四针的话 就是间隔一针两针 然后在这个地方间隔 勾一个引拔针 那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可以随机应变 只是说两两只鞋 两只鞋这个鞋口的花 是要勾的 花边勾的是一样多的 不然有的时候 万一你有哪一只鞋 少勾了一针 少勾了一针到时候啊 这一针这个花就不够了 记得数一下这个花边 它这个花边的个数 不要弄错了 如果是少了一个花边 就会一只鞋口松 一只鞋口紧 这样的问题 像这个我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在第一个 在第一个引拔针 就是在引拔针的位置 我们直接勾引拔针就可以了 好 我们立一个起立针 然后给它断线 这个花边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小鞋子 上面就已经好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来勾 这个下面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